昨天让大家写的 假如可以选择 小董明 你这个大侠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假如可以选择 我想把我爸妈换掉 这样就可以不用那么辛苦读书了 还可以混得很好 真羡慕那些有本事的爸爸 有好车子 大房子 还能挣很多钱 还有人家的妈妈 看上去 始终是那么年轻漂亮 就连走路都是那么的优扬 一起去逛街都很有面子 再看看我爸 就知道在工厂里干活 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累死累活的 就挣点三瓜两枣的钱 也不知道改变一下 当然 我妈和我爸 那简直就是绝配 头发乱成鸡窝 也不知道整理一下 还从来不化妆 更可气的是 整天唠唠叨叨 真心不想跟他一起出门 就连买个地摊货 还要讨价还价 一点面子都没有 小董明 站起来 你要什么面子啊 米子你要不要 老师啊 实话实说 我不接受批评 我就想不明白 为什么我爸妈那么差 这样 你说为什么那么差 你现在如果不努力读书 将来可能还不如他们 年少不知父母恩 懂时已是中年人 你只知道爸爸的平忧 你却不知道 他曾经也是一个 怀揣梦想的少年 你嫌弃妈妈的唠叨 你却不知道 他曾经也是一个 温柔善良的少女 子不嫌无丑 狗不嫌家庭 君子不忘本 百善孝为先 父母无愧于我们 若无长进 我们何以面对爹娘 记住我们 老师我知道了 父母只管穿衣吃饭 幸福的生活 要靠我们自己来打扮 恭喜你 回答正确